拿着蔡英文的Q版画 这对姐妹花风尘普普 早上7点就搭车从台南北上 要把亲手似的小鹰肖像 送到鹰家竞选总部 仔细看看不止五官神韵 唯妙唯笑 头发反光的层次感 更能看出这对姐妹的精湛手艺 就是传统的八仙材的工艺 然后结合现在的插图 插图设计 哪边最复杂 哪边最复杂应该是头发吧 因为它是平面的 可是又要表现原创的立体感 传统工艺工作者陈丽 陈丽文姐妹不满许多文创案 申请不到补助 在一个梦想家却花掉了两亿多 决定力挺蔡英文 耗费了两个月一针一线 秀出Q版的小鹰图案 刚好这一次蔡英文主席 她是第一个女性参选总统的候选人 然后就想说可以以她来做一个主题 继续笑诚心 台湾一定 同样以人物肖像为主轴的 还有马英九竞选总部新推出的创意海报 一张马总统表情坚毅 另外一张展露笑容 不同风格的两种表情 一张只要一百元 要粉丝限量增长 上传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 你要送的照片要够炫 够普 够可爱 够吸引人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张照片到底你在哪个地方 有用海报还不够 想把马总统穿上身也不是问题 看看这些运用马赛克照片 拼贴出来的普普风潮梯 结合了最夯的选举议题 要以时尚调性抓住年轻人的心 选情节 逼近无论是周边商品 还是粉丝送上的贺礼 都以候选人肖像为主 要让选民印象深刻 一眼就记住 三菱新闻 杨秀琴针进了杨艺美SNG小组 组合报道